有点像牛肉干 尝一下 黑胡椒牛肉 麻香鸡翅 私房要尝 一个大根是牛的舌头 非常柔嫩 感觉我在跟牛舌尾 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这里是瑞哥的小失利 我是你们每天只吃一点点的 失利派女子瑞哥 猜猜我在哪 我在哥拿网巴西烤肉 据说他们家是北京 150元以内最好的巴西烤肉 走 咱们吃肉去 这家主要是吃巴西烤肉的 他会拿着肉过来给我们上 然后我们先取点其他的配菜 老规矩 每样都拿 辣白菜 辣白菜红肠可以来点 这个是捞汁蘑菇要的 摩玉丝沙拉要的 然后柠檬鸡要的 然后石井烤腹要的 按铲蛋要的 这里头是什么东西 这竟然是一颗沙拉 它看起来像一个饭包 这个是鸡肉沙拉 然后这个是墨西哥小土豆 这是什么 水果沙拉 也要 先来一块草莓慕斯 这应该是抹茶慕斯 香橙慕斯要的 咖啡慕斯要的 然后巴西香蕉慕斯要的 哎呦 站起来 胡萝卜蛋糕 这我没吃过 要一片 这个是巧克力布朗尼要的 黑森林吗 要的要的要的 这个是哥拿旺苹果派要的 巴西鸡蛋布丁要的 西兰花 奶油玉米要的 香煎鸡要的 香脆藕和要的 葡萄饺要的 红桧鸡块 这洋葱川 哥拿旺的烤肠 应该是南瓜包要的 杏鲍菇要的 尖椒要的 不知道它辣不辣 椒皮香蕉球要的 瑞哥不能没有碳水 就像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 再来点肉酱面 看着很不错的样子 还可以吃完吗 可以可以 你可以回去关注我一下 好我现在就把他们家 所有配菜拿全了 这两盘是沙拉区 他们家有一个特殊的沙拉 叫韩秀扫沙拉 以后替大家尝尝好不好吃 热菜区呢 这是他们家的中式热菜 然后这个呢也是沙拉区的 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甜品区的 每一样我都拿了 这个也是他们家热菜区 但是是有点像这种 就是比格披萨的那个取餐区 然后还有瑞哥必不能少的 就是碳水了 你们以为 这家巴西烤肉只有这些吗 主菜还没有上呢 我们等着烤肉上桌 大概有多少种 20种 20种 好累 猪小排是吧 好 谢谢 这是什么地方的肉 牛后腿菜脚肉 牛后腿菜脚肉 这个 他说这个得趁热吃 我先尝一块 这个是牛后腿 蘸一下酱汁 烧烤酱 这肉最主要在于它烤的肥油的部分 再来一块 这个酱是巴西的烤酱 吃这个肉一定要吃肥的 太棒了 我要先吃点东西垫着 要不然没有力气给你们尝东西了 尝尝他们家意面和炒饭啊 嗯 嗯 意面竟然出乎意料的好吃 意识肉酱面酸酸甜甜的 我也没想到在一个巴西烤肉店 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意面 我感觉 我店呢稍微有点利吃了 就可以给你们尝肉了 上来不要学我啊 调算不好吃 不要不要 好了我们看看他们家现在都上了什么 刚才我先尝了一下那个烤牛后腔 然后它这儿还有这个培根烤鸡卷 这里面是鸡肉 嗯 外面的培根焦焦脆脆的 然后呢里面鸡肉 是这种 稍微有一点点 缺少一点汁水 但是很好吃 整个烤的上上大大了 这个呢 是他们家的猪肉 哇 今天咱们就是说一个大口吃肉 下一点这个巴西的酱 这是个排骨 味道很好 嗯 他们家 果然其他都是弟弟 烤肉真的是王者 给大家尝一下这个肠 嗯 那种 很沙实的 火山石烤肉肠 几乎没有任何淀粉 肥瘦品配的比较适当 全熟的蒜香味牛肉 嗯 早一点 这是他们家的蒜香牛肉 我这个肥瘦香煎的感觉 口感烤得特别嫩 牛肉是有汁水的 还没强出它什么味儿 黑胡椒牛肉 嗯 这有点像牛肉干 试一下 嗯 啊 吃烤肉太爽了 这一口下去 不得香死 我感觉健身的人也很适合吃这个 超瘦的 你要吃烤香肠 那是我们当初自己灌的那种 给大家看一下 尝一下 嗯 哇 这个好吃 一定要多拿它 这个手工灌的好像超 它比较细 但它比这个粗的要好吃很多 他们家肉真的可以啊 烤得较较嫩嫩的 然后像这个 感觉健身人士吃的也会非常开心 你看它这个里面 大块的牛肉 然后瘦瘦的 还有牛筋什么的 你超好 麻香鸡翅 哦 微麻微辣的 嗯 好吃欸 拿它 麻香鸡翅来了一定要拿它 150块钱 今天真的是纯肉鸡超值 鸡的这个鸡皮啊 它已经烤得脆脆的了 调味超好吃 全熟的 是牛的肩膀的 这感觉就是 超级焦脆啊 热热的 干干的 咱们分别蘸两种酱试一下 这个是 麻西烤肉酱 这个是 黑胡椒酱 嗯 哇 这个肉口感差点好 而且 它这个片 切得特别薄 它非常有 安格斯牛肩 非常有嚼劲 我能感觉到 大块的牛肉鲜维在我嘴里 150块钱不要了 我全够的是148一张 肉随便吃 还是别人烤好的 私房要吃 看这个烤得挺好的 咱们来尝尝 我这个叉子上 已经叉了最多能叉的 这个羊肉串了 它刚才是从一整盆 大铁签上穿下来的 嗯 哇 肥瘦酸鲜 里面呢 是纯自然口的 非常非常好吃 超级香 有点像 紫盐羊肉的巴西兄弟 这个扯都扯不断 这羊筋 是偶尔莓肉 它是酸甜味的 五花肉 肥瘦酸鲜的这个 替大家尝 嗯 不过 这个有点像今天 目前为止 口味上的MVP 它有一种 化美的口感 然后呢 肉是那种 干干巴巴的 肌肤烤出去了 任何油煮 这会儿烤到吃点这个 比较甜腻 对 它这个还是 上出了一个节奏 菠萝这个 确实跟牛肉非常搭配 嗯 好吃 它上面最表面有一层 鹿桂粉 非常香 香烤牛肋排 这个也是属于七八分钟外焦里面的 好 嗯 嗯 好棒哦 这牛肋调 也是特别适合 健身减脂的人吃 烤得非常香 它最外皮的那层烤成了十成熟 脆脆的 然后里面的大概是七八分熟这样 烤成腰香甜的 好 我这烤香蕉烤的外边是 紧紧的依附这个香蕉皮 然后吃的时候要去皮 它们家主打的是一个咸甜结合 就是这样呢 你吃肉就不会很腻 嗯 我烤的就好好吃 但是我还是更喜欢烤菠萝 因为那个跟牛肉更配一点 烤牛舌是吧 对的 所以这整个一大根是牛的舌头 对 从牛的舌头到舌头 牛的舌头好大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它们 每个部位有这么一切 哦 好 舌尖到舌根 对 够了 谢谢 我第一次看到牛的舌头 好大一根 好长好粗 从舌尖到舌根每一块都有 嗯 哇 今天是最佳 真的是今天是最佳 太棒了 刚才我吃的是牛尖的部分 非常柔嫩 感觉我在跟牛舌吻 真的就是那种感觉 太美妙了 你知道吗 这个是牛的舌根部分 大概就是 舌头的根部分 咱们尝尝这儿啊 嗯 哇 舌根部分有点像 带筋带皮的牛肉 牛舌真的是牛身上我最爱吃的地方之一 这个肉 非常柔嫩 就基本上烤烤就很软烂 它不会很酥 不会很干 非常好吃 咱们再来一口 嗯 这肉是真的太好了 奥尔兰火鸡腿 这个是微甜的 哦 相当于是蜜汁口的肉 这是那个奥尔兰火鸡腿啊 来 на halia 大家先往这里尝ć尝一下 哇 火鸡腿啊 特别 普通你吃的鸡腿稍微要干了吧 一样 好了 它们家的所有肉 就已经给大家尝完了 现在给大家尝一下它们家的甜品 水泥蛋糕 哦 这好像是香蕉慕斯 这个真的好像是 可以哦 上面放了一点点酸奶油 香蕉慕斯 香蕉慕斯口感好美丽 这个是柠檬慕斯 这好吃 而且好解腻啊 真是布朗尼 你进嘴之后好干 味道是可以的 但是我不介意 尝尝黑森林 哇 草莓的慕斯 哇 这好轻盈哦 好吃 而且不甜 最后替大家尝一下 它那特色的这个沙拉 说这个是寒羞草沙拉 在我看起来就像大米饭 就像那个寿司团一样 咱们尝一下 然后我就开始正式吃饭了 嗯 哇 与其说这个沙拉 这个更像是金枪鱼的饭团 非常好吃 软绵中还带着一点坚硬的脆脆的口感 非常好 拿它 但切记不要像味哥这样一拿拿一拿土 准备它正式吃饭了 食物消失数 又吃到了店里头都快在准备晚餐了 我是从中午来的 一直吃到了下午4点多 然后这些东西都很好吃 但是我建议啊 大家来他们家 还是主要吃肉就可以了 所有的配菜 我每一个都替大家尝了 并没有什么特别可圈可点的地方 配菜比较粗重的是他们家的那个 义式肉酱面很好 然后他们家的各种糕点 新鲜做的慕斯比较好吃 肉我有几个有推荐的 已经给大家记下来了 首先是这个香麻鸡翅一定要拿 安哥斯牛肩肉一定要拿 然后果味没肉 牛肋条 最绝最绝的今天MVP是他们家的牛舌 一定记得让他从舌尖到舌中到舌根地方多给你切一点 总之呢 这家是我觉得我在北京吃到150块钱以内 不用你烤最好吃的巴西烤肉了 不知道小伙伴们觉得值不值呢 拜拜 夜宵时间到 今天的夜宵是从主食厨房买回来的整点钱 这是一整张鸡蛋饼 我已经偷吃了几块了 然后这有七个包子买了五个肉的和两个素的 然后买点了炸丸子 这胡萝卜馅的很好吃 这个是三个馅饼 吃完这些应该就能保着睡觉了 晚安 拜拜